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边 昨天美国宣布 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我觉得退得好 早就应该退了 这叫八字不合呀 各玩各的 因为几个人权记录 恶名昭彰的国家 连在一起 在一个组织里面 兴风作浪 操控整个的团体 这个确实 让很多人看不下去 因为你不能整天 给这个世界政治文明 掺沙子嘛 利用人权理事会 这样一个联合国的 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 给人类的和谐的添堵啊 那么作为一个人权理事会 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团体 要是经常干一些 如和人类文明相背道而驰的事情 这些团体究竟存在下去有什么用呢 而且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它在建立之前 就没有对这个团体 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来淘汰那些 不合规则的那些成员 没有一个约束 这就导致了今天这种非常尴尬的 这种局面了 那么陪这些人权记录 非常恶劣的国家 一直玩下去 那就要浪费时间 那么川普呢 自从担任美国的总统之后呢 确实呢 经常退群 他有一个叫退群总统之称 他已经退出的群主要有 比如说他退出了巴黎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商 那么这些团体呢 美国都退出来了 那么什么时候 退出联合国这个大群呢 倒也是有很多人 翘首以待的事情 那么现在当然 那个美国退群容易 建群难啊 不能说是一退了之 然后撒手不管啊 不能因为一些国家违反 联合国的宪章 或者是联合国的一个 基本的人权价值 然后呢你就走人 那走人不是一个办法 关键是你 所以如果说你退出了一个团体 那么你肩负的责任 不应该同时卸掉 这个相信川大爷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吧 如果要忘记这一点的话呢 那确实对世界整个文明社会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进展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那么目前呢 联合国这个人权理事会里面呢 差不多有40多个国家 那么人权记录比较恶劣的国家呢 比如说委内瑞拉 比如说刚果 古巴 包括还有中国这样的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呢 因为自己的人权记录 非常的糟糕 所以呢 他们都是在里边是千方百计 来替自己的人权记录说下 那么这个呢 已经是变成是 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那么还有一帮子呢 所谓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呢 为了一些经济的利益 也跟着向这些人权记录 糟糕的国家呢 一起共舞 那么这些国家 比如说塞内加尔 埃塞俄比亚 那现在据说 俄罗斯一听 美国要退群 他说那我好 我上 挺好的 让俄罗斯进去 然后呢 几个人权记录 同样糟糕的国家呢 凑成一桌 共同呢 协商一些 怎样破坏这个世界 人权进程发展的这种事情 这也算是一个世界上的 一个政治这个 现实当中的一个奇观了 那么美中之间呢 其实在人权方面呢 是有过一些 这个可以说是对话也好 谈判也好 但是呢 现在看来呢 有很多自欺欺人的地方 你比如说克林顿总统的时候呢 在中美之间的这种 人权的对话呢 试图呢 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呢 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那么其他 比如说像欧盟 包括加拿大 都有一些 这样方面的尝试 那么现在看来呢 确实对于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呢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进展非常的有限 那么到头来呢 中国的人权记录和民主状况呢 非但没有任何的改善呢 反而呢 这些年来呢 成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严重的一个退化 那么美国走到今天 搞了一个自讨没趣 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 说白了 虽然看上去有一点破管子 破甩的这种味道 但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因为美国的前两任的总统呢 其实在普世价值精神的维护方面 早就可以说是 一直用一种绥靖的政策来取代 那么其实必须看到呢 像中国这样的一种 所谓专制模式 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呢 可以说彻底削弱了 像美国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的 这种影响力 它挑战的其实是美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领袖的地位 而且呢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呢 确实有在整体上面 有挑战这个龙头老大的 这么一个可以说潜在的 这个威胁在里面 那么这个呢 确实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疑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 也是给其他国家呢 敲响了一个警钟 那么由于中国和北韩这样的国家 他们一段时间以来 利用他们之间的互动 以及互相之间的互卫的利用呢 确实呢一定程度上面 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美国政府在这样的时刻 应该是幡然醒悟 认清那些专制独裁政权的本质 进而鼓起勇气 重新担负起世界领袖的一种责任 那么其实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问题呢 也是联合国的问题 那么有些国家 虽然承认联合国宣章 但是在实际行动的过程当中呢 常常置若望闻 所以联合国有的时候 也是形同虚设 你比如说像南海的问题 叙利亚的问题 朝鲜的问题 以色列的问题 好像似乎都没有什么 特别积极的效用 那么联合国常人理事会 这个机制呢 说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公平啊 我觉得应该改成成员制国家比较好 也就是说呢 在国际事务的投票方面 每一个国家呢必须平等 否则呢 否则我看解散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联合国这个东西呢 本身就是二战之后的产物 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 早就不合时宜 特别是有些规程方面 一起玩 如果没有共识 那起码也有一个 对普世价值的共同的尊崇吧 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的话 那在一起玩已经毫无兴趣 也是毫无共同点了 那么理事会呢 说白了 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理事会 联合国也不是当年的联合国了 如果你是常任理事国 你是做大业的 那看上去 你就永远是大业了 那么美国呢 在联合国这个经费方面呢 是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每年呢 用于这方面的钱款呢 差不多有60亿美元 那么美国呢 也有相关的一些议员呢 早就提出来 美国呢 要退出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整体上面 现在的效用呢 并不大 那么究竟川普总统 能够在美国退出联合国问题上面 走到哪一步呢 现在应该说是 还是有很多的疑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要适应一个 没有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新的世界 或者是一个 有了一个新的联合国的一个新的世界 目前来看呢 这个世界呢 正在走向一种危险的境地 民主国家的这种随进的政策 以及三胖这样国家的这种狡猾 这是全人类的一种悲哀 那么我们可以从川经会这个上面 可以看出端倪 如果川普以他的一种 所谓这个金三胖的契合 然后呢 促使这个三胖继续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 采取这种血腥的统治的话呢 应该说这种条件的这种互换呢 也是世界文明的一种悲哀了 那么所以我今天看来呢 就是说美国退出联合国 这个人权理事会呢 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全世界有着自由民主共同普世价值的国家呢 应该从美国的这个举动当中呢 应该有所清醒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用破坏人类文明和普世精神的这些国家呢 做一个斗争 同时呢 也要和他们做一个切割 这是一种宣誓 同时也是一种行动 需要有一个新的平台 或者是组建一个 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 民主国家的一种大的 宽泛的一种联盟 要让那些诋毁民主 诋毁普世价值的这些国家呢 要感到一种羞辱 或者是一种压力 当然这个事情不能说马上就能实现 也不可以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但是我们相信正义不死 总有一些如美国这样勇敢的国家会站起来 所以鼓励美国有一天退出联合国 哪怕是下一下那些人权恶劣的国家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